Need & Wow大家好,我是Linus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車款是Briston Close Fire 500X 這是一輛在Scrumbler的風格中融入未來元素的車款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吧 Briston是2015年成立於奧地地的年輕車廠 Close Fire 是他們近幾年最受矚目的車系 在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這台車甚至還沒在台灣公布 建議售價也還沒發表喔 Close Fire 500X 車系中較接近Scrumbler風格的車款 它擁有了復古以及未來感兩種元素 以及從油箱後端向後延伸的橫條紋復古坐墊 不過跟典型的Scrumbler車款相比的話 500X 它的前後懸吊並沒有特別加長 車把位置也沒有特別加高 整體來說比較接近一般街車的設定 在底盤以及外型風格方面 500X 使用了無內胎鋼車輪框 搭配擁有粗花紋的備耐力MT60RS兩用胎 搭配上極簡的圓形單表以及薄形前吐槽 這些都是Scrumbler的經典元素 另外500X 還運用了許多前衛設計 帶來視覺上的衝突感 例如車頭LED大燈的導光式日行燈 與中央的Briston場灰 更以人注目的是油箱上現代感十足的X線條與大大的500字樣 在水箱護蓋與測試蓋上一樣有X設計元素 讓500X的外型和圓潤傳統的Scrumbler與眾不同 在動力方面 500X 使用了486cc的冰雷雙鋼水冷引擎 擁有大約47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還不錯的排氣聲浪 目前500X的驗車工作才剛進行到一個段落 因此實際的動力數據還有待公佈 這次的影片就先介紹到這邊 想知道更多關於Crossfire 500X的試駕心得以及外觀細節 請到Mobily網站上看更完整的試駕報導 我是Linus 我們下次見 掰掰